裙子可以送给你 你来提车我脱了给你擦行吗 内饰看一下没问题 我想买个敞篷好车 谢谢您你穿这鞋开车 不是呀 家上还有一双鞋啊 对呀 开车肯定是平底鞋呀 这鞋也就直播穿 这个叫什么 美丽行具 高跟鞋 很多高跟鞋虽然漂亮 但是它就给自己上行似的 很难受 我想买敞篷 这个用户82大哥 敞篷车我们暂时没有了 然后呢 如果您有异象 像718呀这些会收 宝宝二系小敞篷也有都卖过 可以给我留个异象 喜欢什么敞篷车呀 可以留个异象 我们去帮您找一台 好吗 这车内饰看一下 有敞篷吗 可以帮您去找 我们评估试下 三十多位都是业界翘楚 全国份位内 根据您的预算需求 车况要求去帮您收 其实很合适的 好吗 可以私人定制 这个内饰 好的 我们看一下内饰吧 它的内饰其实没有 我怎么改过 看不了 损了 私信我 私信我哥 我跟你说 怎么看这车内饰 高层五码图都在这里 这个风车点一下 私信我在这 说看五七落旋内饰 留一个微微微给我哦 气质真好 谢谢袁宝宝 这车哪年呢 这车是一七 一八年六月份 一八年六月份 现在有Q7吗 当然有啊 A3也有 A3就在我对面 我们先看A3吧 先一个一个安排 Q7两台啊 约定大哥 如果喜欢Q7也可以联系一下我 我给您发一下列表 一个320在楼上是一个旧售的老款 然后这边有一个2.0才45万 这一台就是A3 这是一个两箱小A3 其实两箱车看起来要更有姿态一些 对吧 更小姿 就是更新颖独特 巨镇的头灯 RS风格的中网 轮毂跟RS7是同款 就是小了几寸 特别的帅 其实刀锋轮的这种感觉 新车22万 我们家这车报价现在也是调了 调到17万8了 2万来公里 一块补漆 两块补漆 没有太大的问题 车款是挺好的 还有就是21年刚刚登记 也挺新 喜欢的话可以私信一下我 新款的奥迪小A3 就是两箱呀 那太好了 我也喜欢两箱车 我觉得两箱车就是 很有态度 就是体现你的这个生活态度 比较有格调吧 主要可能因为三箱车 国内境内太多了 太多了 就有一些平庸了 看起来 两箱车会显得更小姿一些些 宝马四系刚卖了一个 迷人的反派角色 如果想找 可以帮您去收一个 好吗 四系会有的 什么环境 开什么车 穿什么鞋 对 没错 那个哥 是的 是的 喜欢四系可以私信我 小小的 可以再帮您收一个 2.5自信的奥迪 有 2.5现在有一个A6 27万8 也调价了 现在不到27万8千 Q7看看 好嘞 稍等 喜欢这个奥迪A3的话 私信我 宝贝在这 这个风车点进来以后 这边您给我发一个 那个看A3详情 然后车况报告什么 都可以一并发您